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唐人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制作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若二月人间 相隔了遍 将岁月走遍 能否永远 如似眷恋 爱未隔间 浩瀚青天 偏爱逐月 君之风 千龙一路长 千死我心念念不朽的 月上流少讨 回缘这首心书红楼 伤伤 如一次回落 幻月月的声声 相守其 如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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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处关了 快看 你押下去了 快点 快点 快去上街 太好了 谢谢 这是上仙才能持有的法物 望月灵 戈尔升为上仙了 戈尔 恭喜出关 时隔千年 我仙居终于又有上仙作真 这是仙居之喜 三界之幸啊 今日之节 从何而起 修补结界 加固法阵 清点人员伤亡 查明此女游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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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谷的颜色越深 对啊 仙居对我们的约束 就越来越松动 看来四季杯的列文 又要加身了 听说 是个仁族的小子 他用暴月剑 杀死老狠 可他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啊 请此生 得欲以凡人之躯 我抱怨剑之人 陆离 这首曲子 只陪你来听 是 是 武将仙君 仙君 仙君出来了 是 武将仙君出关了 太好了 仙君终于上山了 是啊 仙君终于出关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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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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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嫡心 哥儿 你历劫归来 不会留有人间任何痕迹 为何还会有如许杂念 以心历劫 难免沾若浮尘 自当替之静之 还我仙家无辰无怨 无怒无挂碍之心 哥儿 你修行千年速来自律 为时放心得很 哥哥 哥 你回来了 尚仙 众弟子已经在丽天殿等候 我等忙于修补四季碑的时候 敖狠竟在此时击破此季盾 率中妖出现 我以为此事与五阳侯府逃脱不了干系 而弹奏十谷色的便是五阳侯府的弟子柳梢 不 十谷色当真是你谈的 柳梢 尚仙问你呢 十谷色 是我和陆璃 一起聚会来的 闲断了 我们一起修补 我们一起修补 此乃高等妖物才有的灵脉 极其痛苦才能抽出 若不是有所图谋 又怎会冒此风险 所以 是谁给你的 是灵脉 不是发丝吗 这万年前的泽水发丝 居然也让你找出来了 的确不容易 难道赫娜为救我 抽出了自己的灵脉 你们看看她 前言不搭后语 已经神志不清了 柳梢 我拿到的时候 的确说只是一根发丝而已 你还巧舌如簧满口狡辩 还敢说自己不是内应 柳梢之前被熬狠追杀 无处容身 怎么可能会是内应 你们不要冤枉她 就是 你们仙居还讲不讲道理啊 小邦小雪 我看你们这批弟子 都被教养得有点乖 以为死了几个人 就是对仙居有恩 仙居就欠了你们的 尚先 我们不妨通告三界 此祸全因五阳侯府作乱而起 禁止百姓为五阳侯府治丧 禁止他们受百姓相护 一事先危 不是 不是 我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吧 不是 你们凭什么这么做 是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四季备下 主上牺牲 众师兄牺牲 他们誓死敌于妖物 到底做错了什么 大胆 怎么 我哪句话说错 还是哪个字说错 我们这些师兄弟 从入府的第一天 就被叫到 平妖护众生 就因为你们先居这些 莫须有的猜测 就要毁掉我们的一生吗 那你们与那些 顺我者查 你我者亡的药 又有何不同 你们主宰我们的生死 不是因为对错 而是因为利弊 你们 妄成三界领袖 你辱我先居 找死 你辱我先居 找死 为何不能在我手上呢 武力走了 便包业剑也令外责主 尚先 此女子太过无礼 岂能不受点教训 既然你坚称武阳侯府 并无过失 那我 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来 进去 我们先居有一话过去 四周有万年荆棘缠绕 内有煞气无数 恶妖恶人被困住 就只有死路一条 可若是人有至正至纯之女 也可安然出 你可愿意用命来自证清白 为了活着的同门 不被你们毁掉一生 我要去 对不起 我 你不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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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育ат 我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 你是露凌给我的 你 露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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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柳梢 月上柳梢头 好名字啊 你今年十八 我二十三 你应该叫我什么呀 路里哥哥 乖 想要在舞阳侯府混得开呢 就得听哥哥的话 花给我 那是路里给我的 花给我 你看 你现在手心上是我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会保护好你 你听明白了吗 可是一辈子很长 我顾不起你怎么办 那我卖身给你啊 一个铜板 路里卖给了柳少 永不反悔 永不反悔 我喜欢你 我就想当一个寻常人 和你平安快乐地过一辈子 好 我们就做一对寻常人 过平凡快乐的日子 你别穷的 我就跟去你了 路里 等我们拔出暴月剑 击败熬狠的时候 记得让你师父 去我家提醒 有烧 那我回去就行褚烧作梅 到你家提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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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时我会死 我陪你啊 我真的会死 我真的陪你 即便是我死了 我也不会让你死的 这个 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我 刚才不是陆离吗 我怎么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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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 我只剩你了 只剩你了 他不但走出了华谷池 居然还穿过了生门 直接来到了四季杯前 华谷池的生路 本来就通达四季杯 可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快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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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佛林 是你吗 一介凡人 能跟鼎庄上线 佛林 圣仙 你的脸怎么 跟那个凡人一模一样 有相或无相都是本罪 你们有何疑人 鸽儿晋升上仙之计 得凡人物自然有凡间之下 此乃吉祥之招啊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先锋有事情商量 是 是 四七杯乃药灵上神所灵 它的血能稳固四七杯 那就只能说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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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h 是 是 以后 鸽子 是 是 ishi 对 你 是 洛璃 洛璃 你是洛璃對不對 你身上既有藥靈神源 便留在西隱山 不得回人間 我不回人間 你去哪兒 我就去哪兒 本尊乃西隱山上仙 洛歌 洛璃 你是洛璃 你是洛璃 洛璃 你就是洛璃 有情皆逆 正又是何必呢 陸商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們回去啊 不了 有些事情 我一定要弄清楚 大嫂 你真的覺得那個冷冰冰的上仙 跟我大哥還有什麼關係啊 不可能 要是有關係 他怎麼捨得讓你進化骨池啊 就是 你看你這身上 可鮑月間離開陸璃之後 就立刻任洛歌為主 受他取使 那 那也只能說明 暴月間屈原覆勢 不是什麼好東西 就是 又害你受重傷 又害陸璃死 我看他根本就沒把你們當主人 只是因為那個洛歌太厲害了 他才只能乖乖認主 可陸璃剛死 這個洛歌上仙 就出關 而且 還有和陸璃一樣的容貌 一個凡人陸璃 怎麼會影響到上仙呢 所以 我一定要調查清楚 萬一 萬一 陸璃還沒死呢 柳燒 我們都已經看見了 不 我之前就受過一次教訓 眼見也不一定為時 我先不回去了 小胖 小胖 小雪我就交給你了 記住 回去一定要認真習武 不要讓三界的人看清我們 那是必須的 各位師兄師姐 不然我們回去 領主不在了 人家 還得靠著我們扛起這片天 大嫂 你保重 柳燒師姐保住 師妹保重 我們回去了 柳哥傷心 怎會和師弟有一樣的容貌 難道師弟真的沒死 是 那邊是三公所在 這邊就是西影山 善公主 這裡看著比別處青崖許多啊 這是洛哥上仙的妹妹 洛寧的住處 整個仙居 只有她的房間在水邊 好嗎 這就是那個彈奏十股色之人 我倒要聽一聽 他的彈奏有何特別之處 周姐姐 這事你可不許管 否則的話 我就把你家商公主 頭上金關上的珠子都拔下來 拿來當單豬玩 這關你可不太好過 這一關你可不太好過 好自為之吧 你那日彈奏得是一把色吧 你那日彈奏得是一把色吧 你就再彈一次 讓我聽聽吧 婆娑曲 可十股色被仙居收走了 我又如何彈奏呢 風鈴 你這曲子是哪兒學來的 你這曲子是哪兒學來的 也沒有特意學 只是看了一株老樹開花 忽然會了 我總覺得 是從前就有的曲子 聽起來特別熟悉 也格外好聽 沒想到 你不止人長得美 還特別有靈性 不敢 我叫柳梢 你就是傳說中的 駱鳴小仙子吧 嗯 以後若是有人欺負你 你包上我的名號即可 你怎麼還受傷了 你怎麼還受傷了 走 跟我進去 我給你塗上 我新做的療傷花路 保證你要到傷除 之後 我再帶你四處轉轉 可好 嗯 走 當日我進生受阻 不得不自我封印於此 拼出板殻仙 送入這凡塵厘劫 我之所以擁有這張臉 也難道是因為這板殻仙 從有過凡間的肉身 既然已经历劫归来 又何必在意人间的影子 途中所经种种并不重要 结果才是你的修行 但是柳梢 是你封神之路的障碍 断不可留在身边 贤翁是怕万年前历史重演 还是连你也觉得 落过后被美色所获 但她身上寄附的是耀灵之力 我怎能不担心呢 我留下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的血深居耀灵之力 可以助我们稳固四几倍 好看吧 她们到底怎么腻了 这么多伤 那里已经突了好多年了 你看 你一来花就开了 回忆缺缺 还未搁浅 浩瀚晴天 偏爱逐月 君之风 我 千灯迷路穷 恰似我心念念不朽的 细阴山花花架 这些枯死的书竟然又开了花 我心眼之声细处红到上 我 用一次怀望 幻如月的香声 相守其入 我一是好奇 问过仙翁你的事 是 觉得这个礼物 你应该用得上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呢 是我新研制的香风 你把它拿出来 滴一滴在手腕上 闻一闻 就可以做一个特别香甜的梦 在梦里 你可以见到你喜欢的人 还可以跟他说 你很想他 或是 是 你过得很好 我过得很好吗 师父 我 去给你买了 上好的药材回来 一定可以治好 适合您的客机 这些或者是 你过来 这些氢化 你 你 你居然还会这女人家的玩意儿 阿夫君 你要是再敢放肆 我就废了你的千年有力 洛哥已经渡劫成仙了 正在调查陆思泰细作之事 我已将那日官里的人都调查了一遍 包括舞阳侯府的弟子 那日柳梢就快把四级碑补好 可谁知他将色身一番 莫名奏出另一支曲调打在四级碑上 我所奏妙音魔曲 有功伐破坏之效 琴声一响云川实力 柳梢既然要破坏 之前为何又要修复 这不合常理 我用琴声炸出了这么多的裂痕 只需暴月剑一击 就可劈开四级碑 那暴月剑呢 当时谁在使用它 是舞阳侯弟子 陆离 陆离 就是我那历劫之身 当时 为了救柳梢他们这些人 他以凡人之躯驱动暴月剑 最后被神剑反噬身亡 可陆离没有拿暴月剑 劈开四级碑 反而用它杀了凹海 至少陆离 你还拿过暴月剑 你 不行 除了陆离 我还有一个徒弟在县局 他会想办法接近洛阁 陆离不在了 暴月剑还在 就不算数 你就不好说了 你不会真以为 洛阁什么都查不出来吧 两大神器同时出现 紫棋盾也被攻破 应该是有人 布置了一局大棋 依我看 大妖好狠 很可能只是一枚棋子而已 柳梢爆发神力 这父亲应该会 散落药领碎片 素素找到 柳梢也要多加留意 是 药领碎片上 一定会有释法痕迹 他们一查便指使你 你就要暴露了 居然还来我这里 谈笑风声 这件事情 你用不着担心 我猜仙居的内应 会把药领碎片给我 和有这么好的一枚钉子 怎么会把洛阁上先 放在眼里 反倒你需要担心的 是那个柳梢 必须要除掉他 省得他真修复了四季 你的妖君哥哥保护他 而你却要杀他 你们兄弟不齐心 你何不取而代之 熬狠一死 妖精大乱 这正是你收拢人心的好机会啊 妖君之事 岂是你一个半妖可以妄言的 我感到很久 你会找到养死 不得了 你也会对于你 岂上了 怎么了 不喜欢你哥哥现在的样子吗 没有 喜欢 我哥哥什么样子我都喜欢 就是呢 我哥哥太好看了些 我生怕哥哥这张脸 会惹出祸上 我来 我来 所以 有话就直说 我们兄妹俩之间 不必都圈子 哥哥 喝茶 我呢 新结交了一个朋友 人长得特别好看 对我也好 就可惜吧 她的命太苦了 哥 你真的不记得 你在人间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了 为何要记得 可你不记得了 那跟你好过的人记得 这可怎么办啊 人间债自然是人间了 便有为了之事 与我等仙者也都是浮云 哥哥 我们可真是兄妹同心 我和你想到一块去了 所以呢 我就帮你 用香芬将她困入在梦中 她在那里 就可以永远跟你 不对 是凡间的你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 再也不能来打扰你了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嗯 好看 她会梦到陆梨吗 那个让我困扰的半颗心 我说想你 以你的命 我的余生全是你 我分不清梦境 花开后让爱继续 我说想你 别说怀疑 存在我生命痕迹 我想和你一起 好了 我们走 我带你去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跟我来 什么呀 兔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他叫什么呀 他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口粮 那可不行 给我 开玩笑的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去给你抓一群来 放在山上一样 咱们俩 去等一对兔子慌 怎么样 怕是你 一直都抓不到吧 抓我呀 你往哪里逃 走 kork 你sun 我 literature 我说想你 有你的命 我的余生穿是你 我分不擅心 我分不省寂 我会不会就见不到你了 不会啊 因为 骆哥也是你吗 陆离是我 骆哥也是我 有你在的地方 我都会在你 这就是凡前的陆离啊 这就是凡前的陆离 我想和你一起 转回东西 深爱继续 想靠近 却又看不清 想靠近 是谁的安排 这一场雨 想回避 却又遇见你 情不自禁我寸 不不离 满天星辰呼唤沉昔 愿你心事变透明 渴望拥抱足够仔细 难方不知倾听 日月之间穿越宿命 大凡回忆 换你留住背影 去陆轮回 红尘与潮汐 又无悔 一生的后悔 为你追逐应许之地 痛恰心扉 再一次我愿意 沉醉 沉醉 离别何时来临 闲着情 不要停 我们 结局 我们 结局 我们 都会 为你追逐应许之地 为你追逐应许之地 红尘心扉 再一次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